但就在这个敏感时刻讲到了征收土地 经济部呢今天就举办了产业园区发展研讨会 与会的地方政府代表呢却不约而同反映呢 产业园区都面临缺乏土地的难题 经济部呢就承诺未来会协助地方政府 但也要顾及土地征收的必要性 景气明显回温不少企业急于扩充规模 对于土地需求也明显增加 经济部八日邀请地方政府以及学者共同座谈 要为产业园区的管理与开发 以及工业区转型的问题谋求出路 与会五都副市长布月儿童提到 目前工业园区都已经饱和 地方政府提供产业园区用地有其困难之处 我们要迎合回来的台商 然后这个用很大的土地给他 能够创造就业没有错 可是他创造的就业的品质呢 跟30年前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整个国家的政治趋势来讲 是要减少 不是说完全没有 应该要减少整个产业生产 生产基地的这个土地的需求 然后能够创造更高的产 事实上近来许多土地征售案件 经常遭逢民间抗争 经济部表示 未来会加强协助地方政府 未来也会更顾及社会公平正义 土地取得方面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的观感 要取得的必要性 还有它的公益性 等等这些社会的期待 学者也建议 产业园区的发展 不仅需要地方与中央政府 同理合作 未来更应扩大社区互动 与研究机构合作 提供人才资源 有点TV中心王嘉宏 台北报道